為何很多時香港人聽到香港品牌 就覺得差感一點 沒有外國那麼好 寧願選擇外國品牌呢 當年是日本產品公司 三宗是韓國產品公司 飛普是歐洲產品公司 你知不知道香港有一個電視機品牌 是已經有20年歷史的港產電視機牌子 我們一家都是做廠的 由當初開始是發展DVD機的業務 後來我在外國回來 接手家族電視機的生意 發現香港家庭呢 很主要都是用外國品牌的電視機 我們作為香港唯一電視生產商 又是香港公司 又是香港人 但是自己香港人都不多識 真是說不過 為何很多時香港人聽到香港品牌 就覺得差感一點 沒有外國那麼好 寧願選擇外國品牌呢 就是因為這樣 我決定要做好這個香港品牌 由細心挑選來了 到嚴格監控生產過程 以至保養服務 都做到無微不至 就是因為想 令到香港人認識 Contest這個本土品牌 香港品牌 都可以做得很好 到2018年 他們賣電視已經賣到全球排名第五 賣了超過600萬部電視 真的很厲害 我們希望可以給到一個信心香港人 我們香港人做的電視 其實同樣是世界級的 我們香港人 其實都有屬於自己的品牌 香港製造 都很值得令人驕傲 我叫Ryan 許淳康 香港土生土長 700萬個故事 成就一個鄉 講故事